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这个礼拜只有四个交易日 可是天天都在创新高 单周大涨了500点左右 虽然这个涨点看起来不是很惊人 但是要记得 美股也在创高 台股也在创高 而且很多人说本来端午节后 以为要休息一下子 结果AI走了 来了苹果 好 今天连非电族群都大幅的接棒 来好好探讨一下吧 下个礼拜还有没有天天创新高的机会呢 好 第一位来宾是我们的报价天王幸福哥 幸福哥后来告诉大家 以他报价的角度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就是通膨旧世界 通膨只要降下来大家就开心 可是事情要这么样的单纯吗 今天非电族群来接棒 幸福哥等一下帮大家做一个总扫描哦 重电哇 华城掌停板带动大家一起往上攻 原因在美国邀请大家去设厂哎 设厂也变成一个救世主了 再来的话看到今天国具也创下一个新高 被动元件也在动 还有就是银件啦 昨天说央行领监事会议要打房 怎么越打银件却越涨呢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外资捕手 也是酒窝王子布鲁 布鲁就要来好好的探讨一下哦 外资在想什么呀 为什么WWDC开完 外资先不理苹果 后来又大幅的追捧呢 好 布鲁发现一个现象 追捧的不是苹果的目标价哦 追捧的是苹果的出货量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因为不止在台湾的供应链 连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都收到苹果上修他们的出货预期哦 那当然我们台场一定是大赢家咯 鸿海今天几乎要200块钱 这个布鲁之前也说在前头 那另外常常讲的体感温度风度图 现在小股民是有感的 该怎么来挑中小型股呢 好 第三位是题材猎人汉伟哥 汉伟哥今天要来讲一个狂人 就是马斯克哦 他举办投票哦 要调高他的薪酬 要拿到一大笔钱 本来以为股民会犹豫 结果毫不犹豫 投票全部把他通过了 马斯克拿到钱了 到底特斯拉有没有机会 重新出货量再往上跑 因为现在不止美国在制裁中国 连欧盟都要制裁中国的电动车 当然当关税提高的时候 汉伟哥看到的就是 货柜航运其实真的很强哦 今天上海集装箱指数再度往上涨 货柜航运下个礼拜 能不能继续往上冲呢 好首先有请 欣甫哥 好天王来帮我们看一下世界怎么了 好世界喜欢大家失业 美国的初领失业救济金人口往上跑 结果美股就大涨 这样好像不是一个太好的现象哦 因为大家只注意通膨不太在意景气吗 好那再来的话今天 央行说打房赢进就涨 美国说设厂中间就涨 好 MLCC看起来这是跟景气比较相关的 他们成为撑盘的要角 对来看一下今天帮大家准备的资料 那这个美国这个FED啊 他们也最新公布了他们的一个算是相关的一些内容 他们上次开会的内容 那现在CPI是3.3了 其实FED它两个最重要的政策目标 一个就是这个失业率 把它keep住在一个健康的水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让通膨失控 所以呢这两个目标 CPI的部分呢 大概目标是2% 如果慢慢的往2%这边靠近的话是OK的 那PPI现在已经降到2.2了 所以呢其实数字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后再来呢 本来这个失业救济金 出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本来是越高当然觉得好像听起来不太好 可是现在反而有一种市场 有一种奇怪的那种想法就是 如果就业的数据越差 接下来联准会呢 降息的机率就越高 反而大家觉得说这个数字越差越好 那这样联准会到时候就会降息 所以这有时候这市场就很奇怪 反而坏的数字大家比较期待 开心 不要说那个就业数据太好 然后联准会就不降息了 所以现在这个数据反而是越差 大家会越觉得有机会降息 那我们昨天这个央行的部分呢 也召开了第二季的礼监事会议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呢 他们讲的内容 我们快速的帮大家做一个统整 第一个就是他把今年的 GDP成长率上修到3 对 第一季的时候大概是3.2多 所以呢第二季现在变成3.7多 大概往上调了0.5个percent 0.5个percent 而且他还认为说呢 通膨啊下半年有机会呢 回到2个percent左右 那这个大概就是央行的政策目标 2% 因为通缩反而是不好的 有些微的通膨反而对于景气 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2%是一个政策目标 但是呢这一次让市场上稍微 比较有点小意外的 就是他调高了银行的存准率 那希望呢从市场上回收一些热钱 就是说最近因为大家 从去年新清安的这个 政策开始推出来之后 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 哇想说终于有机会 可以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所以这从去年8月9月推出之后 其实到今年 整个新清安的这个贷款 不管是额度或见数呢 其实都不错 市场上就有点 好像非常热的感觉 所以有一点点 稍微要让它降温 要让它降温 然后还有一个政策就是 七都啊 就是我们的六都之外 包含新竹县市 第二户呢本来是带七成 现在把它降到 只有只能带六成 大概是这样一个政策差别 那另外呢 美股最近非常强 科技股的部分 你看博通 也是一千多块 那准备要做分拆 所以股价也是大涨 Tesla DALE跟这个苹果 也都有上来 那甚至苹果呢 最近的股价 在开完它的这个 WWDC之后 突然回过神来了 也大涨了 所以呢 也带动台湾一些平概股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呢 做冷板顿比较久的 像那个手机概念股 是 开始转强了 光学元件 光学元件等等 那当然鸿海 本来就有GB200的题材 然后它又是 本身就是苹果 最大的手机代工业者 所以呢 通吃两个题材 今天股价呢 准备要来挑战200块了 所以呢 离当初这个 郭台铭董事长讲的 这个二字头 确实好像真的快达标了 会不会一直在199.5 在那边晃呢 应该有可能啊 稍微晃一下 不过其实真的 也算蛮强的 不想退休 鸿海如果从3月 那个100块出头开始算 也涨了快一倍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 涨了一倍 那台积电 当然不用说 这一次 这个直上900块了 未来当然有机会 相当有机会成为千金股 大力光最近也上来了 还有呢 就是也是冷板中做很久的这个被动元件 今天股价也慢慢开始转强了 那另外还有货柜 重电 今天旺海跟华神都涨停 那营件的部分 刚刚我们讲 好像这个市场预期说这个 资金热钱回收的状况 在大家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反倒是有点好像利空出境 利空出境 就是市场会认为说 反正就这样子了嘛 但是我们还是有刚性需求嘛 所以今天反倒是 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一开盘就有些个股就 营件股就先创高了 所以待会跟大家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好 这个跟美国有坏消息 就是好消息已经变一样了 有点类似 就是要涨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的K线 目前啊 其实电子的资金也好 或电子跟传产的资金都在做轮动 那前一阵子是AI比较热嘛 所以电子股的这个成交比重 收到60几% 接近七成 所以前一段时间这个 非电子股就比较没有涨到 不过你可以发现 今天降到六成之后 有些非电就上来 那当然指数今天盘中又有在创新高 最高来到22500点 短期之内真的 急行均涨得又急又快 那未来呢 如果说整个搭配好的话 而且现在又有新的东西出来 特别是瓶盖股 瓶盖股很多个股也是 占台股的权重蛮大的 而且呢 你说像台积电鸿海这种 其实他们是两边通知 伺服器跟手机都有 未来台股有机会呢 可能上看24000点 这个有一些法人已经估到 比较乐观的版本是24000点 现在是22500嘛 那真的 以每年如果第四季都是旺季 说不定到年底 是有机会来挑战这个位置的 对耶 因为现在是淡季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这张表 我觉得可以说 把我的压箱宝都拿出来 因为 好观众们看过来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为什么今年会这么强 台国会这么强 一路看会不会往上涨 其实我觉得大盘 我们就把它切割成 四个项线来看 就最明显了 第一个就是 我们看左边这个 叫做企业的获利增加 那就是EPS成长 或企业的获利衰退 这是左边 左边的部分 然后上面呢 我们就把它分成 一个叫做资金宽松 就是降息嘛 一个叫资金紧缩升息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 大概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上半部啦 我们在上半部 为什么 因为现在企业获利增加嘛 对 我们刚刚一开始前面就讲 就是连那个央行都上修了 台湾今年经济的GDP成长率嘛 就代表什么 企业获利是增加了 所以一定是在上半部嘛 只是说现在什么时候降息而已 那当然美国一降息 我们不可能逆势跟他对坐嘛 我们都是跟着美国 美国FED的政策 所以美国降息之后 我们也很有可能开始降息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他的这个资金宽松是往这边 那所以我们简单来说 未来就是在这个向线 你可以发现就是 全部都收回 科技股成长股高本益都收回 那2022年为什么不是大空头 你看这个位置就知道 2022年是在这里 是 2022年 2022年 当年度不是大家在打库存嘛 所以企业获利衰退嘛 然后又暴力是升息嘛 资金紧缩嘛 所以为什么2022年会从18000跌到13000 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所以目前还是偏多 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我们直接看一下 他的这个相关 被动运进相关的 其实你可以发现 真的人家五月营收都开始 都转正了 大部分都转正了 而且累计也都是 累计都是年增的 只是比较温 不是那种爆发性的 温温的涨 然后呢 基本上也都有赚钱 也都有赚钱 这张表 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 你就可以 个股稍微从里面研究一下 那我们就举两档个股好了 分别是隶属国具跟 这个华兴科集团的 因为国具跟华兴科 股价都比较贵嘛 我们就找其中一档 比如说像凯美 国具集团的凯美 其实他今天比较可惜的是 量没有出来 量没有出来 如果量的出来的话 是有机会来挑战这个前高 70.9 不过可惜今天量没有出来 所以稍微有点上影线 不过你可以发现 他整个多头的轨道都还在 所以如果在区间之内 有回到下轨道 接近下轨道的话 你可以尝试先做一点 稍微的布局 这是凯美的部分 那另外呢 信仓店就是华兴科 上游做这个被动原件 原料的一家公司 也是一样 你可以发现 他要来挑战前高52 大黑可以 可是当天这个量这么大 那你今天这个量可惜啊 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的情况之下 他要来挑战前高 就有点困难 所以他今天盘中 最高来到51.6 51.6 离这个前高只差四毛钱 可是你量没有出来 要突破这个黑黑棒 就有点困难 所以一样 稍微要 再让他的这个筹码 再沉淀一下 不过就中长线来看的话 目前整个产业的状况 是有往好的方向来去做发展 而且他们里面还蛮多 这种中低价位的选择 是是是 那他现在带动的是 他其实前五月累计的时候 已经上去了 再加上手机或者是NB 其实今年消费性电子 下半年应该不看到 对对会慢慢回温 是低位阶的一个领域 慢慢回温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重点 今天很厉害 这个休息了两个月 他四月中创高之后 后面呢 就真的两个月都没表现 而且回的蛮快的 那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我们就直接看K线好了 因为这次华晨 是要配六块钱的现金 配股一块钱 那未来呢 还要增建新的厂 让他的产能增加三到四成 未来呢 也不排除赴美国设厂 投信最近回补 我想投信之前 把他从高点砍下来 最近开始回补了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说呢 因为他毕竟前面这个 接近一千块 上次最高988 有不小的套牢卖压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阶上 如果你之前持有的 接近这个前高附近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先卖一趟 然后呢 另外一个比较中低价是东元 你也可以发现 这个K线都有点类似 那一样 东元的话 他本身在重店也是有琢磨 前面一段时间也是从63块 直接回到接近50块钱 波段也回了十几块钱 跌幅大概也有20到30% 那这边的反弹一样 接近前高 我是觉得比如说 六字头或63块3的前高 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先做一趟获利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消息是说 因为这个利润真的不错 所以美国有一些厂商 甚至呢 中南美洲可能有一些厂商 他们也要想来抢这个大饼 也就是说 未来呢 可能这个竞争者会增加 所以不是说现在很好 那一定好的争议 大家都会进来想要分离杯羹 所以如果这些国外的厂商 比如说直接到美国 或是说到这个墨西哥建厂的话 会不会造成这个毛利 因为现在毛利卖美国有到六成 会不会毛利可能会被压缩 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观察 所以才建立说 毕竟前高 可以先做一趟获利了解 因为等于华晨 从去年就涨了啦 涨幅超过十倍了 还不是这个三倍而已 所以居高的时候 如果有竞争者加入 我们还是要把它列为风险考量 再来就是最奇妙的银建股了 刚刚讲利空出境 这个实在很不给央行面子 那我们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是今年 我们要讲 就是说银建它入账的情况是 现在就是你要完工才可以交物 跟一般每个月 有这个固定营收进来的公司 比较不一样 所以这边前十大 今年前十大 第一个是新复发 然后远雄 雅希 长虹 贯德 这边达利 润泰新等等 就是今年前十大的 这个平面媒体有整理出来 那现阶段来看的话 银建有三个策略 大家看一下 内需复苏 我们知道台积电到哪设厂 房价就涨到哪了 所以其实它是刚性需求 刚性需求 不是说纯粹只有资金潮带起来 是刚性需求 再的话呢 政策有限说 我们知道 像去年有所谓 新的平均地权条例 所以现在比较偏是首购族 而且低总价的小宅 因为新清安也是补助 所谓的这个 这个首购族的青年族为主 然后呢 因为有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条例出来 所以现在 预售 可能你大概 拿到房子三年五年之内 你如果就卖掉 那个税客很重 所以反倒是造成说呢 大家想说 市场上没有那种新城屋的话 那我是不是 先去卡一下预售屋 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种 三星半夜就跑去 排队 排队 然后城屋的话呢 现在价格也蛮稳的 因为本来这个房价上涨期间 有时候就会一种 吸收的效果 所以呢 在平均地权这个条例 去年出来之后 反而是带动预售物 是非常的火热 是 非常火热 那我们就从这个概念出发 我们直接来看两档个股 好 现在低总价 千万叫做低总价 对对对对 太可怕了 没错 以前人家说千万豪宅 现在千万是小宅 真的是没错 特别是在这个都会型地区 千万真的是小宅 小宅 小支主买 好 那我们刚刚第一个 今年这个完工案量最大 其实就是新复发 你可以发现 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 反而好像有点 这个之前大家比较觉得 有可能会影响的这个 不管是利空 或是不确定的因素 就排除了 哇他今天 马上就冲出去 而且是过了钱高 过了钱高 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之前有讲过 润泰集团润泰新 也是一样 准备来挑战钱高 然后他是今年跟明年 也都有很多案子可以入账 以长线来看的话 其实他离当年的高点八十几块 其实大概还在半三样的位置 其实虽然你看短线涨有一段 但是跟历史的高点比 其实还不算贵 还不算贵 所以今天就以这两档为例子 都是今年呢 有完工十大 前十大的建商 也给大家做参考 好 新复发刚刚有讲到吗 今年明年后年 他的入账金额越来越高 可是有些营建股 可能入账会高高低低 我们要不要来选择这一种 就是一年比一年多的会为优先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 像新复发 从300多 明年就跳到500多 800多 所以他的这个案子 目前看起来 规划的进度都还不错 对股价的支撑性 可能会比较强 好 这边非常谢谢 报家天王 幸福哥 谢谢 感谢